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我们认为制裁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 中方一贯反对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 你可以看一下根据美国财政部自己公布的数据 在过去20年里美国实施的制裁数量比以前是增长了10倍 美国上一届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制裁高达了3800多项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要三次挥舞着制裁的大棒 201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已经超过了100多次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去想一想或者讨论一下 美方的制裁解决问题了吗 世界因为美方的制裁变得更好了吗 乌克兰的问题会由于美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吗 欧洲的安全会由于美方对俄制裁而变得更有保障吗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认真的思考 我想还是应该努力的去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 那么我还想指出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单边非法制裁 已经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美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时 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的正当的权益